台灣時間3月17號 太陽對上魔術的賽事中 就在第四節剩下6秒中 且兩隊只有一分的分差 太陽隊的Terence Ross準備罰球時 被魔術隊的Makeel Fultz解開了鞋帶 前者辦了一下後完成罰球 這時球評也在說 應該要給Fultz一個技術犯規 但其實Ross與Fultz私下是很好的朋友 Ross之前也效率於魔術隊 兩人也當過隊友 他們甚至讀同所大學 聽說Fultz先前就很想開解鞋帶的玩笑 但說到解開鞋帶 就不能不提到那個男人 JR Smith 他在尼克隊的時候 就曾多次解開別人的鞋帶 而遭到聯盟以違反運動道德 罰款5萬美元 他曾在罰球的時候 解開魔術的鞋帶 此時魔術還回頭看了一下裁判 但發現裁判沒有任何反應 接著在下一次的罰球中 魔術想要報仇回來 就伸手去解開JR的鞋帶 但可惜沒有解到 隨後被JR發現 然後撥開他的手 JR曾經的好隊友 Treston Thompson 也喜歡解開別人的鞋帶 他甚至連前大哥 張狂的鞋帶都敢解開 也曾在版任期中 伸手去解開KD的鞋帶 但這次有被裁判抓到 隨後 Thompson 被口頭警告一次 雖然只是小小玩笑 但其實十分危險 有人表示如果KD沒注意到 而發生意外 相信事情會變得更糟 而且KD可是受過大傷 但也有人覺得雙方只是開玩笑 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你們是怎麼想的呢